最近全世界都因着新冠病毒而非常恐惧且谨慎 各国政府都纷纷采取激烈的防疫措施 以防止病毒继续扩散 的确这个病毒是可怕的 它可以忽然叫我们或我们所爱的人陷入病危状态 但圣经让我们看到有另一个更可怕的病毒 它不但会带来肉身的死亡 更会带来邻里的亏损 甚至是永远的审判 这可怕的属灵病毒就是罪了 为什么把罪比喻成病毒呢 因为罪和病毒一样很容易会传染 格林多前书第五章说 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 岂不知一点面叫能使全团发起来吗 同样的一点的罪也能影响全人 有很多人总觉得一点小罪没多大问题 就常喜欢将自己的罪合理化 有时罪的可怕性就在于它看起来不像罪 就好像面叫看起来很像面粉 很难将两者分辨和分开 就连这个新冠病毒也一样 感染者和非感染者看起来没什么不同 好些感染者也没有症状 所以很难将他们与常人隔离 以防止病毒的扩散 但如果放任这病毒 后果将不堪设想 对于罪更是如此 若放任罪在我们的生命蔓延 将会带来极大的破坏 尤其我们个人的生命 也是与众教会肢体连接的 若一个信徒被罪感染了 整个群体也很快会被罪感染的 比如一个信徒开始埋怨时 很快的整个基督团契也会充满埋怨 一个信徒开始放纵肉体时 很快的跟他一样团契的信徒们 也会开始藐视神的话 看清罪而越来越不圣洁 因此上帝是很严厉的看待罪 且很激烈的要将罪从他的子民中间除掉的 所以我们在圣经里常会读到神说 要将犯罪的人从民中解除 虽然这听起来很严厉 但这也是因为神要保护其他神所爱的子民 免得他们也受罪感染 而招惹神的审判 因为神乃是叫我们要圣洁 在旧约里 上帝一再嘱咐以色列民 不可随从外邦人的习俗 神在立位记第十九章告诉摩西 你小遇以色列全会众说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立位记二十章 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国民 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 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的事 所以我厌恶他们 但我对你们说过 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 就是我要赐给你们为业 流奶与蜜之地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 所以你们要把洁净和不洁净的禽兽 分别出来 不可因我给你们分为不洁净的禽兽 或是滋生在地上的活物 使自己成为可真物的 你们要归我为圣 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 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 使你们做我的名 上帝一直强调 属他的人是该分别为圣的 因此我们更要保守自己 不被罪沾染 既然我们已经从罪的势力得救了 就当远离不洁之事 而且更清净那圣洁的属灵的 因此我们对罪也当有激烈的对抗 对于我们个人的犯罪 马太福音18章说 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 叫你跌倒 就砍下来丢掉 你缺一只手或一只脚 进入永生 强如有两手两脚 被丢在永火里 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 就把它弯出来丢掉 你只有一只眼 进入永生 强如有两只眼 被丢在地狱的火里 每次读到这经文时 都觉得神特别严厉 但圣经越激烈的提醒 就越意味着 罪的杀伤力是何等的大而可怕 罪就好像癌细胞一样 如果我们留着而不切除 很快的 也许癌细胞就不只是破坏 我们身体的一个部分 而是扩散到全身 甚至会夺走我们的性命 所以我们要不惜代价的对付罪 且把一切罪的诱惑 从我们的生命切除 在罪还没有致死我们之前 我们要致死罪 因此我们在哪个地方 越容易跌倒犯罪 在那个地方就要多谨慎 自首 不给魔鬼和罪性留余地 而若有公然犯罪的人 在我们当中 马太福音18章也说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 指出他的错来 他若听你 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他若不听 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 做见证 句句都可定准 若是不听他们 就告诉教会 若是不听教会 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教会虽然是讲爱的 但在罪的事上也一定要有立场 免得弟兄姐妹们对罪有误解 或是持有随便的心态 因此 若我们发现某位肢体犯罪了 但却不听劝勉 而执意留在罪中 那教会领袖 必要在公开场合 给一个清楚的立场 免得其他肢体 有样学样的犯罪 若教会不竭力维持上帝的圣洁 信徒很快 便会与世界同化的 教会领袖必要认真防止 属灵的病毒在教会蔓延 但我们也不是说 要把那执意犯罪的人赶出教会 圣经教导我们说 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 要记下他 不和他交往 叫他自觉羞愧 但不要以他为仇人 要劝他如弟兄 这里讲到 不要以那肢体为仇 而刚才马太福音的经文也提到 要把这样不听劝的肢体 当作外邦人 因此 我们要继续向那人传福音 或许他还没重生得救 所以没有改变的心意或能力 但我们要继续为他的救恩祷告 可是我们要为他的罪而难过 而非包容他的罪 神不许可罪和玷污之事 影响他的子民 所以我们要竭力保守信徒的圣洁 使他们不受罪感染 弟兄姐妹 当我们小心提防新冠病毒时 也但愿我们更加谨慎 不让自己被属灵病毒感染 也阻止属灵的病毒 在神的子民中间扩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赛